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 星期三 香港的股市 今天又再大跌了 跌穿19,000 兩萬都沒有了很久 跌穿了19,000點 跌300多 中午收市 股神北菲特最近開始減持他持有很久的 比亞迪 當然啦 股神買的時候很便宜 現在賺到很多錢 但是竟然有人出來 質疑巴菲特賣錯了 這個叫做任澤平 他說 股神北菲特或者萬節不保 他老了 他錯了 究竟這傢伙是誰呢 這傢伙是任澤平 曾經做過恆大經濟學家 賺過錢 當然他賺的錢 也不夠跟巴菲特吃一頓早餐 因為跟巴菲特吃一頓 眼 是要千多二千萬美金的 即是要頭盡頭的 當然他賺過半億 半億是甚麼錢 對於股神來說 你們跟他吃早餐的資格也沒有 不過 有人當然是 可能 特意想挖眾取寵 因為 股神巴菲特在9天之內 沽了1291萬股比亞迪 吐染35億 令到比亞迪連跌6日 小顧問當然是不開心 曾擔任恆大首席經濟家 以及三年內賺了半億的旗人 三年內賺半億的旗人 一年賺千多萬 當然這個 寫出來的財經雜誌本身也是很大的問題 任澤平在微博發文 公開質疑股神 賣給亞迪是不知的 他說這次他錯了 他在文中機笑股神 畢竟今年92歲 不夠精神 又擔心 如果他不能培養好的接班人 隨時萬節不補 他 文章的尾段就複述自己去年的浩然 說當下如果不投入新能源 就好像20年之前沒有買樓一樣 當然言論引起 很大的迴響 一個月內 比亞迪 比亞迪 差不多接近$290多的高價 跌到現在 是$210多 電動車板塊 被巴菲特炸沉了 連跌很多天 當然之後有輕微反彈 不過其實也沒甚麼用 比亞迪 過去已經跌了兩成 這次究竟比亞迪 是估錯還是估對呢 當然 我們會看回對上一次 嘲笑股神沽錯的人 那個叫做四叔 李兆基 當時 巴菲特在07年7月到10月 當時是由12元開始至15元 沽了手上23億股中石油 賺了200多億 當時李兆基笑他 他說他的但免庭 大家記不記得 我記憶猶身 007年開始 當時四叔又被稱為香港 star 亞洲股神 旗下有幾百億的股票 經常有人問他拿號碼 他們就經常派號碼 我還記得了 中人壽 神華 燕洲媒 介紹人家買的 當然 最後股神 當然是戰勝這個香港股神 四叔出來認錯 當時他也說 他自己不懂 笑人家猛盛盛 中性油 到現在不夠四皮 三個多 人家高位沽了 當然 航空母艦要沽23億股 你猜可以去到最高位沽嗎 當然不行 他一定是一路升一路沽一路沽 大戶 買貨越買越便宜 沽貨越沽越高 為甚麼 因為 你賣了首歌出去 如果你不升的話 沒人再跟你接 所以大戶沽貨一定會繼續升 沽第一手會繼續升 第二手會繼續升 一路沽完為止 之後 就會有些小股民一路在搶搶搶搶搶搶 所以他由12元開始沽 被人笑他 到15元沽了 平均價也有十幾元 他一元買回來的 中性油 你知道嗎 巴菲特當時是一元買回來的 十幾元買出去 賺10個開 為甚麼不賣呢 他最後沖到19元 那又如何呢 19元你沽不到的 人家有二十幾億股 你可不可以 十幾元沽10億股 當然不行 他沽了很久 分階段 你知道嗎 沽了三個月才能沽完股票 每天沽沽的 三個月 如果不是 市場倒閉了 所以 航空母艦 和山板 大家是不明白的 任澤平當然是沒有了道 你 公司也快要倒閉了破產 是不是 你年薪1500萬 你知不知道你那些年薪 你三年賺的錢也不夠錢 跟股神巴菲特 吃一頓早餐 這個世界很多人不自量力 這個世界很多人不自量力 一個在公司做經濟學家 你家公司破產就快要倒閉了 欠人兩萬億 你又有甚麼資格去恥笑 人家控制著幾萬億致診的 這個 股神巴菲特 他曾經 建議 鼓勵生育設立基金 給人民現金獎 當然 中國寧願那些錢送給非洲黑人 也不會鼓勵 也不會送給中國人 這些言論基本上也是夠說的 人民銀行應該印兩萬億人 結果被微博禁言一個月 這些 基本上就是 拆存在感 也拆流量 也想告訴別人 他很厲害 我們看到 其中 也有一個例子 就是 香港某位 莊家 莊家股的莊家 曾經批評李嘉誠 不會做生意 也教李嘉誠怎麼做生意 真的十分之好笑的 結果自己的生意失敗 欠人很多錢 嘲笑李嘉誠兩個兒子沒有用 結果自己的兒子 也被日品申請破產 很多 這個世界真的太多這類的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要作出一些評論 也不是說不行的 現在的 比亞迪其實到了這個價位 我覺得 古神的沽貨 意味著 中國的新能源汽車 已經玩完了 因為人家看到的是一個大趨勢 中國的新能源汽車 其實是一個泡沫 現在你看到很多地方的電 越來越貴 在中國 突然間會限電 你 開電動車 你有沒有地方充電 當那個地方充電 當那個地方充電 沒電的時候 你那些電動車 我們在做甚麼 這個世界很多時候會反撲歸爭 回回原始的東西 剛才我 我剛剛聽到歐洲能源危機 因為俄羅斯的北溪二號又說有問題 又說不開供氣 然後又說他故意 不供應這些天然氣 天然氣價格急升 能源價格急升 這個 法國和德國的電價今年升了10倍 人民就苦不堪言了 人民很慘 電費要付很高很高的電費 生活不了 這個問題 亦都是 跟氣候暖化有關 大家 很關注氣候暖化 我們要減少碳排放 我們不要石化能源 現在不夠電 那就好 大家用少點電 電價貴 用少點電就好 大家冬天不要去冷氣 我想問一下 他們說要應對全球暖化 為什麼不排放 因為全球暖化很危險 如果全球暖化就不用開暖氣了 是不是 如果全球暖化 到了冬天 歐洲沒有下雪 歐洲還有20度 那是不是不用開暖氣了 是不是節省了很多電 全球暖化是甚麼不好 是不是 全球暖化當然是不好了 北極的雪會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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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활成 survive influence 現在的雪會融光 北極的雪會融光 南風 cattleyas Hope everyone가지 真的很矛盒 保 liqu Auto 向南風 南風 北極的雪會融光 北極的雪會融光 太好 LIVE センパット 對 Genesis 因為大家見過300元高位 現在200元也是覺得值得買 這些就是洗腦了 你覺得值得買 可能他值50元而已 可能30元也不值 比亞迪的確是 在大陸做得很大 但是 你跟全世界比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人們不相信你的質量 你的電動車是好 但是需要大量的晶片 將來你晶片也搞不定的時候 你們的電動車可以繼續做下去嗎 比如說比亞迪的電池很厲害 電池是全世界 很多人都用比亞迪的電池 但是經常都聽到你說爆炸 電池有沒有人可以取代你 當然有 不是說沒有人可以取代你 所以 即使比亞迪是中國的新能源汽車的龍頭 但是 是不是一定可以繼續持續下去呢 未必是 我們 覺得 烏神的眼光一向都很好 當然了 任習平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 巴菲特 是92歲了 你是不是炒到100歲呢 什麼時候會死呢 他會不會有這個接班人呢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是 很難說會有一個接班人跟他一模一樣 不過 巴菲特另一個問題就是 他因為太大的尺寸 就算他坐艇 他也可以坐到贏為止 他可以 你不可以 這個就是航空母艦和山板仔 的分別 當然航空母艦轉身可能要轉一天 你們轉身一秒鐘 不同尺寸 沒有得說 所以 下重 不可與兵 我們看到五毛仔嘲笑 古神巴菲特 不會教他怎麼投資 這個其實十分之好笑 所以我們開一節跟大家說一下 這節時間我們暫時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大家